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用豆腐和鸡蛋给大家分享一种特色做法 酒店一份卖几十元,家里面自己做,成本超不过十块 上桌就是一道拿手菜 首先准备一块正经的老豆腐,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厚度约为半厘米左右 碗中单手打入两颗鸡蛋 放入一点点盐 少许胡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准备少许干淀粉,玉米,土豆都可以 切好的豆腐沾上蛋液,再裹上淀粉 用这种方法将所有的豆腐处理完 接下来准备小料 准备少许姜丝 蒜片 少许葱丝 再来两个小米辣切成细丝 增加颜色和辣味 不吃辣的同学可以不放 准备五毛钱的肉末提前两老板娘搅好 肉末最好有肥有瘦 起锅锅烧空气,先把锅彻底烧热 烧至冒烟以后放入少许油 放入一点点盐 放盐不仅可以防止粘锅 而且还可以使豆腐入少许底味 放入裹上蛋液的豆腐 摆好队形一个一个来 全部放进去以后轻轻地晃动锅 把豆腐晃晕 先把豆腐煎至定型 豆腐定型以后放入剩余的蛋液 使蛋液全部包裹住豆腐 再次进行以后 趁其补备来一个漂亮的大翻 安全第一不要把豆腐护到脸上 把鸡蛋豆腐煎至两面金黄 不会翻锅的同学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在豆腐上面扣一个盘子 然后倒扣过来 这样就可以轻松翻面 鸡蛋豆腐煎好以后盛出备用 另起锅锅烧热放入少许油 油热以后放入准备好的肉末 先把肉末煸炒至变色 肉末变色炒出油以后放入准备好的小料 继续把小料炒香 烹入料酒去腥 少许生抽酱油呛锅增加咸香味 加入少许清水 一点点老抽调下底色 放入适量的盐 一小时白糖 少许鸡精 胡椒粉 再放入一点米醋 开大火烧开锅稍微撇下浮沫 放入煎好的鸡蛋豆腐 开中火在锅中 孤独三分钟左右 朋友们看到这道菜是不是很熟悉 类似于天津老菜锅他豆腐 锅他豆腐的做法是豆腐里面加上肉馅 而我们这种做法是直接用肉末烧制 更简单加长更好吃 三分钟以后勾入水淀粉 边勾芡 边晃动锅 这样芡汁成熟的更均匀 最后 利用少许料油或者香油 起锅装盘 一道非常简单好吃的家常 肉末鸡蛋豆腐就做好了 再扣上一顶小绿帽子点缀一下 那真的是 好香 这道菜 有肉有蛋有豆腐 吃一口感觉人生就打到了巅峰 感谢朋友们支持点赞 赞忙在内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